大家好,我們已經過了復活節假期 現在已經是4月3日,3日下午4時半 前兩天沒有VLOG 因為復活節不復活節假期我都是工作,所以沒有VLOG 今早又沒有很早上來說聲響 因為我走了出去陪爸爸抽血 所以又跟他喝了茶,回來做了一會兒公司工作 所以這麼晚才上來說聲響 因為我等完成了才慢慢坐下來和大家說 當然還是有一個Hall,大家看到心 其實是這樣的,這間公司聯絡我,早前他聯絡我 問我有沒有東西買 他說如果你有東西在美國買,我們可以贊助你 如果有人問我,我通常都有東西買 Mr.Honey一直都有東西買的,在Amazon 有時他拍照的小Gadget會在Amazon買 但如果在Amazon直接傳過來香港,即是他買幾樣東西都好 其實運費是非常非常貴的 我就留在一起集運 其實這間公司就是一間集運的公司 如果你有淘寶開的話,其實你不會陌生的 原理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間公司專門集運美國的東東 然後就傳到世界各地 其實運作都很簡單 就是你首先在這裡開了帳戶 他就會給你一個地址 然後在不同的美國網站賣東西的時候 就把這個地址打回到delivery address 即是你的shipping address 然後東西就會寄到這間公司的倉 他每收到一個包裹都會通知你 然後你等收完之後就跟他說習慣 按下按鈕要填一些東西,即是那些餡是什麼 然後他就可以一個包裹送來給你 其實這樣的集運法是省不少的 當然你要買得多,如果你買得少的話 根本上就是不值得的 但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好 但有些網站大家都很想買的 那些是未必會有這個服務,即是認得地址不會送的 例如Sephora,Bath & Body Works 我之前試過都是不行的 其實Sephora都不會送去這些集運公司 他一認得地址就不行了 所以我就不能買Sephora,Bath & Body Works 但沒關係,都有其他東西要買 而且Amazon都是送的,所以是OK的 說完一輪之後,幫大家省了錢之後 大家有興趣就自己去登記 我會放一個連結在下面 讓大家看看我買了什麼 好像什麼都有些 我覺得大家最興奮的,而我自己都最興奮的 就是我在Anastasia Beverly Hills的網站 訂了一些東西 現在讓大家看看,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好,我要先給大家看看 我超級無敵強勁地買了整個系列 之前我不斷撐,因為其實我看到它出了Soft Glam 我就超想買,因為顏色很漂亮 但我又沒有Renaissance,所以我又想買了 我看了一輪之後,有些網站就沒有Soft Glam 有些網站就沒有Renaissance 看到我發瘋之後就去了官網買,什麼都有 我現在展示給大家看看 我最興奮的是Soft Glam 顏色很漂亮的 就是泳面,其實我對這些泳面沒太大興趣 因為這些泳面通常用久了都會很髒 大家記得Urban Decay Naked Palette 1 就是那些泳面,但不要緊 我們是想要它裡面的東西 好了,又飛走了張子 這個就是Soft Glam 完全是我會用的顏色 所以你說我是不是非常興奮 這個當然會做評價 還有有機會我會用一個palette去和大家分享 不過這個等等我,我要時間去弄一弄它 這個就是最新出的Soft Glam 另外最早期的Modern Renaissance Modern Renaissance我都看了很久 不過經常都是不知為何沒有心神去買 但買開就會買,都是泳面,觀設始終 Modern Renaissance,我想大家不陌生 如果想看的話,就是這樣的 比較紅一點點,但都漂亮的 對比Soft Glam,我自己就會更興奮 就是Soft Glam,因為那個是真的非常上用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可以跟大家評價一下 因為這個推出的時候都非常非常出名 上網看,每個人都是Modern Renaissance 然後中間這個,Supculture 我之前看的評價好像很一般般 有些人很喜歡,有些人很不喜歡 他還是用面子的 不喜歡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那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一個Youtuber將掃子掃一下掃一下 然後整個Pan的眼影會掉出來 所以他是不OK的 但有些人上眼後又說很不適合 不太混合 有另外一些是懂用的話是OK的 我沒所謂買來看評價會怎樣 是否真的不能新手還是怎樣 如果有技術大家都OK的 這個我都蠻興奮 應該這樣說 雖然我遲了很多 因為我流行這堆產品都已經好一段時間 但我是這麼遲才去評價或是這麼遲才買 不要緊,不是跟別人鬥快 最重要是自己覺得OK就行 還有這盒是Mega4 還有第四個黑色 我記得我買了三個 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名字我不讀,怕讀錯人家的名字 這個名字 打開它 這個比較青菜 多一點青菜色 色彩色一點 這個也好臭 想想看如何玩 所以我無故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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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我都說我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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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這四個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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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試試試試試試看 我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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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這個我沒有記錯都是新推出的 因為看到他們在Instagram推出了我覺得很美 很美就買了 這個不是蓉面的,這個是靈面的 OKOK 然後呢,是這樣的 看起來都很美 大家看到波羅紋 不錯,又有光顏 我超級喜歡 另外,我買了一件它的經典 就是Clear Brow Gel 眉膠,但透明 這個應該沒什麼特別,好像Mascara 透明色的Gel 我先用一下,看看好不好用 因為Anastasia Beverly Hills的眉膜比較有名 所以用完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我就在,不知道買什麼好買 但我最近瘋了這個肥皂 我就在Etsy,我都會放一個名字在下面 不是,放一個link在下面 我就在買肥皂,跌到到處都是 有相片的肥皂 有相片的肥皂 又跌 回來了 我在這間買肥皂,我看好評都不錯 而且這個人手做的 而且味道都蠻特別 我就買了七顆 因為它有七顆一個套 我應該是沖到2046了 這個就是Cherry Almond Goat Milk 羊奶餅 最近很喜歡羊奶餅 我找不到位置 它都包得很漂亮 你看它 剛才那一顆 然後還有Avocado 對,都蠻清新的氣味 我應該是洗澡可以洗很久 Black Amber and Lavender 哇,這個很香 還有Creamy Char Tea Coconut Milk 這個有點不懂說那一支味 不知道這七塊可以洗到我多久 然後還有Orange Guava 這個應該挺清晨,適合夏季用 剛才那個Coconut可能要... 這個很棒 這個是Florida Sunshine 都是比較Mr.Honey喜歡的那類 橙橙的那類 還有最後一個Lemongrass 這個真的很Lemongrass 這個一定會喜歡 今晚先拆來用 然後還有買了兩件衣服 在Sincerely Juice的店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它 它是Instagram的Fashion Blogger 其實我都看了它的東西很久 好像挺我的風格 但它在ShopBot都有它的東西買 但不齊了 所以我又去了它的店鋪買 但Mind you它的Shifting是很久的 有點久的 我買了這一件 其實我會以為是白色 但這件也不太透的 Cream Color 有少少Distress Look的 有少少Distress 舌頭也有少少Distress 但是大款的 一件T恤的一件衣服 我之前有留言說買人買都差不多 其實我夏天也是 我穿開那些就那些 我已經過了沉覓我所愛的年紀 所以我現在很集中 我一看到那些我類似會穿的我已經知道 這件我是超興奮的 因為很少有衛衣是短袖的 Cincerely Jules出了 我記得有灰色、粉紅色、黑色 我就買了黑色 現在天氣都是可以穿的 因為今天有少許化妝所以不穿上身給大家看 我稍後再報告 可能大家在Instagram會知道他們是否會穿 我的評論是怎樣 很快就拆完 其他東西是Mr.Honey已經拆完了 所以我沒得展示給大家看 而且我不懂得說他的東西 他的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還是不要獻醜 我現在會做什麼呢 跟大家說了十多分鐘 我現在會準備我的晚餐 因為我今晚 其實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一天會吃得很清 今晚就是那一天 因為平日是星期一來的 但是昨天因為假期所以我們移一移 所以移到今天 我就煲湯 只喝湯 不吃飯 不吃麵類的東西 也沒有肉 清一下腸胃 很多人都對我地獄廚神非常有興趣 我稍後會展示給大家看我煲什麼湯 之前我在Instagram那裡展示過 有一位朋友說我是在煲ABC煲的湯 其實我不知道ABC煲什麼湯 但我聽到它的意思 就是把自己喜歡吃的東西都放進去 我就是那類 煲湯對我來說是很簡單的 因為不用理會它是什麼 總之把自己喜歡吃的東西都放進去 煲滾它就是了 這就是我地獄廚神煮飯的要訣 大家不要太擔心或害怕 是可以吃的 不要這樣吃 但是可以吃的 有時候悶悶就自己療癒一下煮飯 待會我煮的時候我都會和大家一起煮的 這個就是我的著名地獄雜菜湯 在喝湯了 現在是清明節 下午4時36分 剛才大家看到我就是在Instagram 跟大家做Live 阿哥又剪了 我經常開機的時候他都會剪的 做完Live很開心 跟大家聊了很多東西 然後現在就Vlog了 我們現在去哪裏 Where are we going? Corseway Bay Corseway Bay To Apple Store What are you buying? I have to wait and see people I'm gonna tell you 我第二個問題 阿哥就想買Apple watch最新的 同樣的手品 對於手機енно 例如 fazer Koenig 他不用看著那個約定geois 他就不用適合電話 用Apple watch就開始통 前兩天是Smarttone推出了計劃 因為我們是Smarttone計劃的,所以想跟Smarttone保存 等它推出後,它就轉去新標 我們現在打算去買,它就會很開心 它買的,我不會買的,我今天主要的目標是去連卡髮 因為很久沒有,自從無貴座瘡之後 Smarttone,the onlytone the onlytone,好無聊 自從無貴座瘡之後,我少了買護膚品化妝品 但是,I'm talking,是甚麼呀 為何經常打斷我的話柄很無禮貌 you have no manners,you cut me off when I'm talking but these things come to my brain anyway 先說一下,他說他不是贊助Apple或Smarttone just to get out there 另外,說到我很少買護膚品化妝品 但前幾天我上網看,嬌蘭出了新唇膏 唇膏,妝品和唇膏都可以裝備 很貴靚,因為有外國的已經一整隻 Gillard已經發送給他 我看到一整整的樣子,超級燒 超級燒的,我今天就要去買 好像有些膠質都出了新的粉底 可以去看看,back to my old self 雖然其實皮膚狀況都不是太好 但可以開始試化妝品 皮膚品就不會轉 起碼可以試化妝品和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去街街 第一站Apple Store 超多人 現在衝進去問問 有貨 不知道什麼特別版 說要鎖在甲蚊 是Ceramic的款式 很珍貴 但其實哥哥不想要Squad Span 他想要另外像他現在的手錶一樣 但沒有貨 所以哥哥自己網上訂了一條帶 現在我們先抽這個東西回家 不是回家 抽這個東西離開 我還沒回家 Hers with the new Apple Watch Are you happy? Extatic Are you excited? Very Why do you like the new Apple Watch? Because I can leave the phone alone When I'm in the gym Oh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And just type the same function out Good for me 因為他說他都愛那個 不用整天要帶著電話 如果他在健身就很方便 他去健身比我更多 他帶Apple Watch也比我更多 所以他只是吃飯買 You can also swim with it You can also swim with it You can also swim with it And the other thing is I don't want to I don't need to bring my phone in 他這個都用了很久 This one is the first version The one on your hand 他現在就升級了 但我就沒有升級了 Let's go eat now Bye 現在就去探仔 因為我很餓 你看看有多多人 大家如果在外國讀書 想念香港 現在給你們看香港街景 超多人 多人是好的 多人是好的 好過沒有人 如果香港沒有人 如果香港沒有人 就好多人會害怕 現在來了探仔 今晚回到家 我就叫Mr.Honey 給大家看 不知為何 我很興奮 不關我的事 但我很興奮 因為我很喜歡新技術 看看他被探仔 其實樣子沒什麼大分別 但我想看看他為什麼這麼貴 今天用大碗 因為有四個菜 經常都是那些 不用再說了 有川筆豆腐 有肚皮雞翼 然後我就大了 他就二小辣小米 為什麼我們小米都好像這麼多米 Anyway 先開飯 吃飽了 現在就去連卡佛我的目的地了 看看有什麼買 大家快點保佑我 可以買到這個嬌蘭順多 買到了 我沒有要袋 我買了記枝 我沒有要袋 就這樣放進來 我說如果我買多東西才要袋 但暫時都不需要 純糕都很小 回到家裡插給大家 之後去Jo Malone 又買了東西 回到家裡插給大家看 很興奮 I'm on a roll here man 開箱儀式開始 很興奮 好 包裝 雖然不關我事 但我也很興奮 看得不知為何 好 這個盒子 這麼大的盒子 這不知為何 沒有 看得到 那件事 做第一次 先放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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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這個 經常忘記重點 不知為何 背後 很無聊 Cellular有紅色點 以示區別 不然大家的樣子一樣 其實是不知道 其實Sports Band不錯 I like the texture It's funny It's funny I'm gonna open Do I have to open it all together Nice You're gonna use this and then do a review I'm a really? I have to do a review Yeah On my channel Oopsie Daisy Peeps She'll try to put it on and just show you what it looks like on OK It's not going to work 因為它還沒有配合 拆了給大家看看 待會它就會搞這個東西 它還沒用過Sports Band Low battery 快點 快點 沒有電 你搞多久 大隻錶 I'll just do this For the cameras There you go The cameras here Jesus 真的很想打爆 看著鏡頭 都是覺得 放到第二處 就是這樣 OK OK It's totally dead I think it needs charge people 好了 到我那些了 我那些是興奮一點的 先跟大家說了 嬌蘭的唇膏 因為我買到五支 買到五支 所以是超高興的 其實為什麼我這次這麼想買嬌蘭的唇膏呢 話說它的蓋子是可以選擇的 買那支唇膏就是這樣 然後它要套著的 不然那支唇膏就會有機會弄花 那支唇膏就是這樣的 然後你選擇一個你喜歡的蓋 類似這樣就蓋下去 就是這樣 然後這裡有一張招紙 其實呢 我現在不知道撕不撕到 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嬌蘭的唇膏其實是有鏡子的 我先展示給大家看 一拍 其實它這裡是這樣的有鏡子的 很方便 你要塗的時候就不用特意拿另一塊鏡 就在這裡這樣塗 它的鏡子有一點放大效果 然後你蓋起來的時候 你放進去 它就用這個位置弄著鏡子 不要打開這樣 所以我很興奮 很興奮 現在展示給大家看我買了什麼顏色 還有買了什麼蓋子 等一下我會把它們 玩平平貼貼的 我現在沒有東西 它會彈開的 第一支我買了五支 第一支是03這個顏色 我不會試給大家看 因為我想先拍照 我有一點點obsession 我想先拍Instagram 另外我做一個分別的評論 就專門說這堆唇膏好過 到時就試上去給大家看 而且我會保持影片短一點 如果你們留意星期二的美容評論 就會比較好 這個有點啡色的 但都比較精神 所以我選了這支 另外就是67號 剛才這支是3號 然後就選了67號 67號這支 他們說全球都很熱賣 好像很厲害 看清楚我有沒有說錯 不是67號 是62號才很熱賣 這個是我喜歡的顏色 看到比較鮮色一點 我出來看 這麼鮮色的 好像不是剛才的女生跟我說 很熱賣的那支 這支有點桃紅色 因為夏季比較喜歡這些顏色 覺得精神一點 所以這支是67號色 然後我就買了999號 999號其實是沒有吃的 是這樣的 但它塗出來是很亮的 應該有些金粉在裡面 我上網看到別人用來混色超級漂亮 因為你這個位置玩highlight 你的眉骨玩highlight 甚至乎你的鼻玩highlight 其實嘴巴塗這個也很有highlight的效果 我想試試用來混合其他顏色 所以我就買了999號 然後另外一個很多人推的顏色也很特別 其實如果不是上網看了別人說 我是不會買的 這支 520 取名就是 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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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那支粉 可以在附上才會出色 所以這個rect色也蠻期待 但也好像要出色 這支的人會rew therase 沒有望 OFFICERS 這支是62號全球很熱賣的顏色 是很穩定的一種顏色 不用用腦袋一看下去都知道日常會適合 不知道塗什麼顏色都沒有走街 因為未必想每天才會塗 67號那些很激動 有時要有心情才可以 所以平時沒什麼心情可以塗一些低調的顏色 我選了什麼蓋子呢? 我選了這個黑色蓋子 這個挺有型 這個我超想要的 黑色Marble 是不是超級漂亮? 超級到漂亮 這個我走過去是指著這個蓋子 顏色都未做已經指著問BA 有毛啊這個有毛啊 這個還有貨 我想他都被我嚇倒了 還有就是紅色 好像做了鱷魚皮的Cook effect 這個都挺帥的 然後當然是整晚了 還要說的 我買都是這些的 很帥 我沒試過對唇膏那麼興奮 其實我之前都買很多 大家看我評價都是不是 有時整組過一次過買 這個其實我有衝動整組過買 但是想想冷靜一點 然後就選了五角色 然後還有White Marble 對呀找穢物 有黑 當然要有白 很漂亮 雙殺 所以非常興奮 我會盡快試完之後 我會在星期二那裡再更新大家 未必在未來的星期二 將來的星期二 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快手做到當然非常之好 接著就去到Jo Malona Jo Malona其實我都未用完家的香水 但我走過Jo Malona 見到我親愛的朋友在那裡 然後我就馬上去打招呼 Mr.Honey有東西買 所以我看看又買了些東西 但不是香水為主 不過我展示了些香水給大家看 這兩支是Mr.Honey的 我想大家密密清都見過 就是Jo Malona的Oud & Bergamot 他一晚買兩支 大家可想而知他有多喜歡 不對呀 對不起應該這樣 一支是Oud & Bergamot 另一支是Oris & Sandalwood 其實他走過去是買兩支Oud & Bergamot 在那裡我看見 Sandalwood 你不是都喜歡嗎 然後我就指Sandalwood 給他看 我就說你不試試聞一下這個 然後他聞一下之後 他就說 要一支Oud & Bergamot 一支Sandalwood Sandalwood是試驗性質 它的最愛都是Oud & Bergamot 讓我驚訝到他轉一轉目 這麼悶 這個是第一 第二 我買了一支 我這支沒有 都沒試過 但很有興趣 Orange Blossom 我會放些什麼在下面 這個出來是清淡的橙味 我都買了30ml 因為對我來說30ml是最便宜的 如果大支那些 其實我噴得很少 我外出就會噴得多一點 所以試一下這個 Orange & Bergamot 再報告 然後我就留意到他有一堆洗澡的東西 洗澡的東西就是這樣 我說很少試 我說之前買的那些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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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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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也有興趣 買了兩瓶沙瓣膠 忘了是不是新味 一個是黑枝樹和菌 另一個是薄荷和菌 薄荷和菌我一向都有 黑枝樹和菌我忘了有沒有試過 這是Body and Hand Wash Gel 可以洗手或洗澡 黑枝樹是阿哥喜歡的 Ear Grey是我喜歡的 我跟她說好了 因為黑枝樹比較男人味 我說不如你用黑枝樹 我就用Ear Grey Cucumber 我說你不要搶我的那瓶 我又不會用你的那瓶 因為黑枝樹的那瓶我問上去 我就說很男人味 另外還有兩件事我就說完了 另外它有這支Shower Oil 我之前是用過 我之前是review過 但我之前都是不習慣的 沒什麼泡沙瓣上去是不是 然後我看到它有這支黑色版 我平時用的那支是普通版 然後它說這支新味 不知叫Murl & Tonker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我把名字放在下面 它的字有時候我都不太懂得讀 大家看到嗎 然後我身體也很乾 我身體很乾 我們有點興趣再Revisit這件事 去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沖完之後沒那麼dry 我會再give it a go 然後我會再review 看看因為以前用的身體都是乾 但還沒乾到很desperate 現在就很乾到很desperate 所以我看看我會不會習慣了之後會好一點 然後因為說到乾得很desperate 然後我看到有這個dry body oil的物體 我沒試過 然後就很有興趣了 他們的Dark Amber & Ginger Lily 它沒有什麼其他味給我選擇 它說本身有三種味 但有兩種味都還沒回房 只剩下這隻 然後我就說照顧著先 Dark Amber & Ginger Lily 待會我洗完澡後就試試看是否可以 因為我在那裡試過上手臂 是很滑、很吸收、不黏 而且那種味道很優香 通常在家裡試看會有差別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家裡試試看是否可以了 當然這堆東西會在Vlog報告或者再做一個影片報告 當然如果有興趣就訂閱吧 逢星期四有Vlog、逢星期二有Beauty Review 隨得你喜歡 我暫時把Vlog剪輯在這裡 因為我的感覺都應該是幾長 應該是這兩天的熱鬧半小時了 所以另外那部份我留待應該會到星期六 希望另外一半還有 我先說再見 下次再見 大家看看星期六有沒有Vlog出 如果你不想忘了我的影片 可以在訂閱旁邊有個小鈴鐺 按了小鈴鐺之後 每次我有影片 Youtube都會發鈴鐺給你 發鈴鐺而已 不會很煩的 我們下次再聊了 Bye Bye